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秀仁自幼受父亲寻陶学习八卦掌 在父亲的鼓励下 李秀仁潜心休息 由于生性聪慧 舍得吃苦 其武艺建精 因此在后来的国内各项武术大赛中屡屡获奖 平日里除了工作和习武之外 李秀仁最热衷的是协助父亲 抄写整理八卦掌相关资料 不乱 哪些是单的 双的 集中的 就是我们八卦掌啊 他不是一般都是走圈吗 大家知道 但是有一趟就是非常留学 非常有名的 就是八卦掌六十四市 这是走直趟的 目前 李秀仁是保存李子明先生 各种资料及文物最完整的传承人 照片中 这位神态威武的老人 便是李秀仁的父亲李子明先生 李子明先生 直立省冀州人 著名武术家 中国武术协会原荣誉委员 八卦掌研究会首任会长 奶奶一共生了九个孩子 我父亲行八 但是啊 就是我懂事起啊 我没有见过叔叔姑姑 没有 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就是我父亲的兄弟姐妹啊 都是身体特别不好 早早的就腰折了 只有我父亲长寿 活到了九十一岁 那么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身体也特别特别不好 不好到什么程度 大夫说 这小孩活不了多久 在那个时候啊 就是 我的师爷梁振普先生正好在家乡 我的爷爷跟梁振普先生 就我的师爷他们关系特别好 说跟师父练练 李秀仁提到的梁振普先生 是直立省济州人 梁振普七岁便跟随父亲 在北京东大市开固仪庄 学做固仪生意 十六岁时拜董海川为师 学习八卦掌 梁振普虽然入门较晚 却深受董仙师喜爱 在得八卦掌之真随之后 梁振普又博彩重场 创立了梁氏八卦掌 梁振普性情豪爽 好打抱不平 清朝末年 一些搬运工人 在北京永定门外 马家铺火车站 成立了个脚行 当地有个恶霸 名叫金标赵六 见有利可图 便企图霸占 于是带着二十多个恶奴 前来踢场子 梁振普上前规劝 赵六不但不听 反而大打出手 梁振普是忍无可忍 抖动九阶边 打死赵六及恶奴十多个人 为此被打入死囚牢 直到1900年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 清廷官吏大都望风而逃 大狱里的犯人 也借机诈狱逃跑 梁振普也趁机扭断镣铐 跑回家乡 那时候梁振普也名声很大 说八卦掌是内外兼修 修身养性 这样有我爷爷带着我父亲 去拜见的这个梁振普先师 先开始就是跟着练 1921年 李子明代义拜梁振普为师 开始研习八卦掌 在梁振普的调教下 李子明的功夫日渐精进 跟师父练了一年身体就大好 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这样他就觉得 梁振普先生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视师父为再生父母 梁振普先生也很喜欢我父亲 等于1921年到1932年 梁振普先生去世了 这样我父亲等于跟了他十多年 学了很多的东西 中间梁振普先生去天津 也带着我父亲去 给他引荐了一些八卦掌的这个名家 他的书说旁边老师挂着 他的恩师梁振普的照片 在此期间 李子明还进入到河北省国术馆 得到张湛奎 上云祥 居庆元 等武术名家的指教 1943年 李子明辗转来到北京 开设中国可大酱油有限公司 期间 他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 并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 1944年 李子明受组织指派 又成立了红叶酱油厂 这个红叶酱油厂 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的掩护点 在这中间呢 也安排他又成立了一个园龙商行 他们对外呢是园龙商行 实际上就是地下党的这么一个掩护点 从抗日战争时期 一直到北平和平解放 李子明以商人的身份 先后掩护北平工委 多名主要负责同志 并不惜耗费加资 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 1949年 北平和平解放 这个组织 就安排我父亲做接管员 整个呢 城市他要恢复 老百姓要生活 不能说国民党走了 完了国民党接管了 就瘫痪了 那时候我父亲就接管了许多企业 工作之余 李子明始终坚持八卦掌的休息和研究 他与郭古民 李绍安 曾醒三 等五数名家 交往密切 利用这个机会 李子明接触到 众多不同流派的技法 他取各家之常 完善了梁振福先生 承传的八卦掌体系 在后来几十年的八卦掌的教习中 采用这一体系 他培养出了一大批 目前国内著名的全师和名手 对八卦掌的研究和传承 也成了他后半生的全部事业 几十年来 李子明先生授课 是从来分文不取 为节省钱 他往往从西支门步行到展览馆 去给学生讲课 弟子们不忍心 要凑钱给他买张月票 可他执意不肯 李子明先生 虽然生活简朴 但却待人宽厚 那个时候粮食计划供应 吃饭要粮票 谁家的粮食也不富裕 俗话说 半大小子吃死老子 他的亲传弟子多达几十人 几乎没有一个 没在他家吃过饭的 老先生乐善好施 家人戏称他为过路财神 别人只要有用 他自己再真爱的东西 也舍得相送 他说 现有的中国的传统武术 是特别好的 对人民的健康大有好处 但是行将失传 失传的原因 就是元习武的人 他密布传人 所以现在呢 学的人见少 希望政府对这些人进行新的思想教育 让他们把他们这些 绝技拿出来 去粗取经 这是我父亲他写下的 1966年冬季的一天 李子明偶然听说 八卦掌宗师董海川的墓地 在破四旧中遭到破坏 已然无迹可寻 那天下着小雪 我父亲去 看了一看 一片平地 没有了 祖师爷的 哎呦他心急如焚 回来 真是寒着眼来跟我妈说 祖师爷的焚没了 他说我得给签焚 哎呦我说 你这时候签焚 这不等于数回力转吗 他说我一定 就是我一个人弄 我给弄起来 这是他的一个心愿 签见董先师的墓 是为了尊师重道 尚武重德 更是为了寻根溯源 弘扬国粹 最终啊 李子明的签焚倡议书 还是得到了门内 及国内外许多武林同道的响应 签焚委员会 就设在了他的家中 在签焚的问题上 应该说是 是李老能够团结 八卦掌戒 各个门派的老人 而这些老人 又带着自己的徒弟 老师既然决定这么做 他就是对我们的国家的前途 对武术事业发展的前途 是充满了信心的 第一天去的人挺多的 第二天年轻人得上班呀 不能闹这事儿 大部分都是老人 而且刚下完雨 菜地你想下完雨 多泥泥啊 完了太阳晒了 底下蒸太阳下面晒 找不着 真是心急如焚 因为这事儿是我父亲他挑起来 这么多这么大岁数老人 他说都七八十了 八十上那时候他都八十了 这个年龄做的事儿 由于墓地早已已为平地 寻找东海川墓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没有遗迹更没有图纸 李子明他们是纯凭记忆来寻找墓地方位的 到中午了 李老就给这虽然多人找一番户 一人买了一碗凉面 没什么吃 一人一碗芝麻酱面 大伙儿吃挺饿的 老早出来 说吃说李老呢 说找不着 吃凉面说他们都吃了 李老也没吃 就自己又在大太阳地去挖了 结果大伙儿又回 太阳地我把一个人在那儿跑 找这个墓穴啊 后来一看呢 那个墓穴原来是什么 是三合土打成的 挖的时候特费劲 那三合土因为它那个时间长了以后 它也挺硬的 挖到那个棺材的时候 已经里底下是 全是水和泥 找了两颗芽 一嘴头发 一个来讲呢 这个大腿骨 我老师就说 看看没有 这这练八卦掌的 腿骨 所以你看这骨头 粗壮 这就是转圈转出来的 也是鼓励我们 东海川仙师的遗骨 找到后 人们将新墓地选在了 有京城龙脉之称的万安公墓 在墓地落成之时 全国各地武林界人士 自发地来到万安公墓 在这里 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东海川仙师 墓中的落成仪式 法国长创始东海川仙师 为中华武林经营 他好为努力宴席 从无上得 把这宝贵的中华文化遗产 集成下来 为中国 为人民做出贡献 这一举措 使得海内外八卦掌同仁 又一次凝聚在了一起 在东海川仙师墓碑落成后 李子明又先后将恩师梁振璞 和师兄郭古民的墓 牵至万安公墓 八卦掌墓碑群的初步行程 体现出李子明先生 尊师重道 尚武重得的精神 今天 这里已经成为 传统武术文化的教育基地 每年都吸引着 国内外众多武术爱好者 和门中人前来祭拜 在墓前进行表演汇报 传播着尚武重得 尊师重道的精神 正如李子明先生所讲 武术的根永远在中国 为了八卦掌的普及与提高 把这一传统武术项目发扬光大 李老是四方奔走 在中国武术协会的关注 和北京市武协领导的支持下 李子明先生率先成立了 全国第一个传统武术单权种研究会 八卦掌研究会 并亲自主办八卦掌会刊 编写八卦掌专注 开设八卦掌辅导站 开展与海外同人的交流 他跟我师兄说 你别以为签完 董先生的这目就大功告成了 他说必须把大家团结起来 他说团结起来成立组织啊 他说才能普及呢 他说有普及 这就有发展 有发展了 他说这个权种才能提高呢 北京市西之门内 北草场胡同十四号 是李子明先生的故居 也是八卦掌研究会的旧址 立即来以后呢 自己其实房子也不宽敞 那时候站着有的邻居还没搬出去 刚腾出这个三间南坊 我父亲就把它作为 八卦掌研究会使用 研究会的成员 大多利用业余时间 从事八卦掌研究 他们当中有工人 干部 教师 年于八旬的李老 是研究会唯一的专职人员 李子明先生 为了把八卦掌研究会工作做好 他把自己家的房子 无偿的给研究会使用了十一年之久 这个整洁宁静的小院 曾是国内外武术人 特别是八卦掌爱好者 以武会友的地方 当时的是北京市武贤秘书长 是一个女同志叫范宝云 后来他在成立大会上说 托你们八卦掌带了个好头 将来成熟一个成立一个 成熟一个成立一个 所以在短短两年之间 就成立了十几个单权中研究会 在研究会工作期间 李子明先生还将自己 习服七十余年经验 与研究成果归纳总结 相继编著和看印了 八卦掌木通和董海川传掌 同时他还经常深入民间 收集和整理出大量的 有关八卦掌门派的资料 为这一国粹的研究 开创了先河 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决定这个研究的课题 是八卦掌研流之研究 这个课题是要用相当多的资料 我第一个去找的是 李子明先生 我去了以后 跟他讲完我的来意以后 他马上掀开座位 打开柜子 上百本的资料在那里放着 他当时一股脑都要拿着 让我去研究 我写着这个东西的 留在这个下面上 一带穿下 后来把这个王老师 把这个导致下去 之后是平生的愿 也是我这个喜悠 这是1984年4月 李子明先生和弟子们 在紫竹院公园 拍摄了八卦掌全套动作片 虽然当时摄影器械 拍摄场地条件都涌现 摄影效果和现在专业的无法比 我们还是能从影像中 看到他当年的风采 李子明先生在实践体验中 发展了对八卦掌的理论认识 指出了八卦掌的G7特点 是运动战 游击战 为了大家都能领会 八卦掌的要领 他率先在武术刊物上 公开发表 过去密布传人的 八卦掌秘诀 三十六歌和四十八法 这是八十年代初 武术健身杂志 这个杂志里 李老公布了八卦掌的三十六歌 及诸事 三十六个歌诀 讲练法的三十六个动作 要点 过去这是密布传人的 此外 他还编写出版了 《董海川传长》 梁振福八卦掌 八卦掌真蜜录 等十多种专注 有一个女孩叫 赵双燕 安徽黄山 一个小杂货铺的 小收货员身体不好 这改革一开放 报纸一登 什么三十六歌一公布 她就慕名而来 她就找我父亲地址 找了以后 给我父亲写信 说我身体不好 想学八卦掌 在当时 作为一个患病在身的山村女孩 要来北京学习 是件相当困难的事 不仅是路途遥远 而且经济上也难以负担 但李子明还是欣然接受了 这位从未谋面的安徽女孩的请求 并以书信往来的形式 传授记忆 而这样的传授竟然坚持了十多年 转眼到了1992年的春节 刘双燕给李子明先生寄来了一个贺卡 贺卡上说 敬爱的李爷爷们 咱们虽然通信十几年 没有见过面 您在信中指导我练习八卦掌 现在我的身体已经好多了 等有机会 我一定到北京当面谢谢您 就是那年春节我父亲 春节期间病了 我父亲接了这信还给他回了 春节双燕 给他写一个养生法 那时候春节他觉得用黑笔写不好 还特意换了一个红帽笔写个 皆大欢喜 没寄出去这封信 后来就抢救 在国内外弟子中 李子明先生和日本左藤金兵卫的师徒友谊最深 左藤金兵卫尊他为老父亲 左藤金兵卫 日本医学博士 抗日战争时期 作为反战人士来到中国 在八路军中做医疗服务工作 在这里他接触到了中国武术中的八卦掌 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 左藤便带全日本中国全法联盟的学生们 来到北京访问 这次来北京 左藤有一个最大的目的 就是找到李子明先生 拜师学习八卦掌 但他一连找了几天 却毫无线索 后来导游说 左藤先生你怎么不高兴啊 他说我不高兴 我找不到我的老师 他说你老师是谁 他说我老师是李子明 后来这个导游啊 就给公安口打电话 一查 是有个李子明住 哪哪哪 就跟我们家打电话 说有个日本人要见你 但是不许到家里见 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精心安排下 左藤终于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老师李子明 他们进来以后一句话没说 二十几个人全都马上都给我父亲下跪了 而我姐夫回去说 帮边咱们这个安全口人都特冷 说看着老头 是吧 也没什么特出的这么大那什么 在左藤一再的要求下 李子明为他们掩饰了八卦掌 接着又做了对练推手 李子明的擒拿功夫 让日本客人大开眼界 从那年起 左藤几乎每年都来 没有翻译 两人就用书写的形式交流 两国师徒间这样的交往 竟长达十几年的光景 1993年 李子明先生离世 四年后的1997年 左藤顾不得自己年迈体衰的身体 衰五十多名学生 专程抵经 来参加李子明先生的安葬仪式 他非常敬仰我父亲 他遗嘱 他说我死了 要在我中国爸爸身边 他女儿为了完成了心愿 儿女 就把一半骨灰埋在东京 一半骨灰埋在万恩公墓 一位执着 善良 尊师重道的日本老人 用他自身的行动 证明了什么是尚武崇德 证明了尚武崇德 是没有国界的 李子明先生 在八十六岁高龄时 仍只身一人 远渡重阳 到日本和新加坡讲学 在此期间 他还应聘于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院校 向学子们讲授和传播传统武术 同时还频繁应邀 到美国 韩国 日本 英国 奥地利 新加坡 比利时等国家 和港澳地区 为武术爱好者传授拳击 他是一个平凡的人 但是呢 他又是一个特别不一般的人 他呢 不是作家 但是写了很多的书 他也不是老师 但是教了很多的学生 他是不是明星伟人 但是呢 受到了国内外那么多人的聘请 受到了他同时代 以及后人的尊敬 这是人们对八卦掌大师 李子明先生的由衷赞许 他一生的贡献贯穿着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 就是作为传统武德核心的奉献精神 如今 在东海川的故乡 几乎村村都有八卦掌席恋组织和席恋者 据相关资料的统计 目前在国内八卦掌的系列人数 已达五百万人之多 作为三大内加拳法之一的八卦掌 早已广泛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并在海内外拥有了数以万计的八卦掌爱好者和传播者 国际武术组织更将八卦掌作为了主要推广项目之一